千万不要小乔理工科毕业生 搞技术的大佬们一旦开始认真搞钱 整条华尔街都找不到几个对手 不过搞技术的 特别是搞开源技术的人去搞钱 也是个极具争议的事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就是OpenAI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搞的聊天机器人ChadGPT 房间传的是神乎其神 技术也的确撑得起来 鲜少看到负面评价 可它的创造者OpenAI这家公司 在争议里陷了四年 有人说它已经沦为了微软的掌中玩物 别有人痛陈它已经堕落成了CloseAI OpenAI到底做出来了什么成绩 它为什么又要遭到质疑 这种质疑到底有没有道理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伙伴也请坐 我是林一 今天咱们唠唠唠仙一怒马的ChadGPT 和它背后负重前行的OpenAI 2015年12月OpenAI成立了 这家公司成立之初就两个字 理想 目标很理想 形式也很理想 OpenAI的目标非常远大 他们要做AGI AGI只比AI多了一个字母 但AI和AGI 它俩是科技和科幻的区别 AGI是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直译是通用人工智能 但更准确的译法 应该是强人工智能 专指AI领域的巅峰技术 今天我们日常已经能接触到的AI应用 都是在解决被限定的很窄的任务 比如专门识别人脸 专门定位文字 而且即便是在这些 已经被层层限定了的任务上 AI还是达不到普通人的水平 强人工智能就不一样了 首先它一个模型 就能做所有人类能做的事 而且在每件事上 不仅是达到人的平均水平 还有超越 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就觉得 这哪是理想 这是幻想 特别是还有两次AI寒冬的前车之鉴 不过这次可能真的不一样 OpenAI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Greg Brockman 在Lex Friedman的榜谈节目里 谈到过这个问题 他认为这轮始于2012年的AI浪潮 表现出了三个重要特性 第一个是通用性 现在的各种AI模型 在原理层面上都差不多 但是能解决各种门类的问题 人脸识别 语音助手 夏威奇打游戏 都是神经网络模型 加返效传播求解这套模式 这我再插一句 到22年 Greg说的这种通用性更显著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 能通过文字描述生成图片的AI应用 同一套模型 既能处理文字 也能处理图像 接着Greg说的第二个特性 就是这套通用方法能力强大 比如说计算机视觉研究了40年 这轮深度学习浪潮以来 把所有传统方法都干烂了 最后一个特性 就是可扩展性 模型越大 性能就越强 这也值得补充一句 访谈之后 直到现在 这个趋势也还在延续 更大的模型 性能还是会更高 这条路还是没到头 往后算力价格继续降低 我们还会继续见证更强大的AI应用 Greg认为 这轮AI浪潮表现出的这三个特性 正在让强人工智能 从一个科幻概念 落入实际的科技里 那强人工智能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样一个智能体 形象点说 就是物理学上和爱因斯坦 谈销风声 搞音乐部署贝多芬 写起古诗词 也能和李白苏世推销一番 这样一个样样精通 又能融会贯通的智能体的能力 是极其惊人的 试想一下 如果李白对宇宙的认知 达到了爱因斯坦的程度 他写出来的诗会是什么样子的 反过来 爱因斯坦如果带着李白和肖邦的 诗意与才情去思考宇宙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学术成果 这样一个极致的智能体 解决今天困扰人类的问题 就跟砍瓜切赛一样 比如治疗癌症 核聚变发电 制造星际飞船 还有教青春期的小老弟小伙们 怎么谈恋爱 当然如果这样一个智能体 厌倦了解决人类的问题 想试试直接解决人类 估计也跟砍瓜切菜一样 所以在成立宣言里 OpenAI设定了一个很理想的目标 他们不仅要追求实现 这样一个强人工智能 还要确保它是安全的 对全人类有益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最初OpenAI采取了一个 很理想化的组织形式 就是非影力公司 不谈钱 只谈理想 其实赚钱本身 没什么不对的 钱的事玩明白了 研究团队可以有更好的条件 和更充沛的动力 但与此同时 为了赚钱 一定会出现商业竞争 而在强人工智能的研究上 竞争除了提供动力 还会带来隐患 当商业公司纷纷加紧投入 简化流程 以速度为最优先的时候 不能直接帮公司 挣钱的安全问题 就可能被忽视 而强人工智能出问题 不想着帮助人类 而是算计人类 或者是被居心叵测的 个人或组织利用 绝对是人类承受不起的 所以OpenAI 选择成为一家 非营利公司 这样公司的决策 不用从持股人利益出发 不用总是以赚钱为目标 该慢的时候可以慢下来 所有研究成果 也都可以对外分享 这种非营利模式 有效回避了竞争的问题 很理想 但也是个大坑 一会儿就会讲到 在公司章程里 OpenAI还给出了 一个放弃竞争条款 当有人比OpenAI 更接近实现 强人工智能的时候 OpenAI会从竞争转向合作 用自己的资源和经验 帮助对方实现目标 这是什么人间大碍 就这样 为了避免在强人工智能的 研发竞争中 没人去考虑安全性的问题 OpenAI决定去做 这个最后的守门员 还是能进球得分的那种 实际上进球可能还更重要一些 如果别人真的领先了 愿不愿意听你 唠叨那些安全性的问题 还真不好说 所以OpenAI在保持 非营利形式的同时 还得具备竞争力 这就太理想化了 不过成立之初的OpenAI 也可以说有这个底气 OpenAI的成立公告里 除了列出一众 顶级研究人员以外 还有一份堪称 全明星阵容的投资人名单 包括坐汽车造火箭的 Elon Musk LinkedIn联合创始人 Reed Hoffman PayPal联合创始人 Peter Seale 还有Y Combinator 当时的总裁 Sam Altman 最后这家公司 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但他在硅谷科技投资券 可是声名宣赫 在OpenAI成立的2015年 Y Combinator 带出来的公司总市值 已经超过了650亿美元 比较有名的 包括Airbnb Jobbox 还有程序员朋友们 比较熟的Docker 而这家公司 彼时的总裁 早年从斯坦福 计算机科学专业辍学 在Y Combinator 练就了一身 运营融资本领的Sam Altman 在2019年 正式成为了OpenAI的CEO 自此 也把OpenAI 带上了一段高歌猛进 却有极富争议的旅程 在这个转折点之前 OpenAI发展的四平八稳 但也有点过于稳了 相对于它的体量来说 极尽平庸 OpenAI重星云集的 投资人阵容 带来了10亿美元的 资金支持 但回头翻看成果列表 会发现一件 很让人纳闷的事 在这种貌似 吃穿不愁的研究条件下 OpenAI前三年的成果 不结合后来的达利 拆的GPT 有明显的商量差距 和同期谷歌旗下的DeepMind 也就是AlphaGo的创造者 也没法比 2016年 AlphaGo 击败顶级危机选手理事时 在全世界范围 掀起了AI热潮 连我这么个 还没走出大学校园的小老弟 都感受到了冲击 把机器学习 定成了研究生的方向 整个人生轨迹 都受到了影响 可同一时间 同样是明星AI企业的OpenAI 却名不见经传 读研之后 我在OpenAI Gym里 研究强化学习 玩得不亦乐乎 但那也只是AI圈内的东西 2018年前 OpenAI真正搞出了点知名度的 也就2017年 下半年单挑打赢了 DOTA顶级选手 就这还是靠着 蹭DOTA2国际邀请赛的热度 而且仅限EV1中路父子局 两边还都只能选影魔 这一个英雄 和实际对局差了不少 热闹了一阵就过去了 1617年的惨难开局 主要原因 就是前面说OpenAI 给自己挖的这个大坑 也就是非营利这套模式 号称手握10亿美元 看起来吃穿不愁的OpenAI 还真就只是看起来 首先这10亿美元 就是个虚数 2017年底 李开复在给量子卫的读者信里提到 这10亿美元 只是个目标数字 并不是直接一整笔 就打到账上了 所以说OpenAI的实际资金 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充裕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有搞非营利公司 那就是难上加难 其实非营利并不是说不能赚钱 但它不以赚钱为目标 像OpenAI这种老实公司 还在章程里赫然写着 如果比不过别人 就退出竞争 给对手帮忙 翻译过来就是 施主为了世界和平 投给我的钱 就随他去吧 这就基本上 给后续融资判了死刑了 而融资 才是这类初创公司 同时士气的来源 同样是AI初创企业 2014年被谷歌收购的DeepMind 拿到了超过5亿美元 75名员工运入均战 而除了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大公司的AI岗位砸几前来 也一点都不手软 17年初的时候 在美国 顶级AI研究员的薪酬 能赶上橄榄球球星 一年500万美元往上 甚至达到千万计 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股票期权奖励 这就是OpenAI这种非营利公司 给不出来的 它很难融资 股权也不值钱 2016年3月 著名的对抗生成算法的提出人 Ein Goodfellow加入了OpenAI 签约奖金 加上首年9个月的工资 是80万美元 这个金额不小 但对于这种级别的AI学者来说 可以说是全美最低了 如果换个地方 乘个5甚至乘个10都不在话下 而其他的顶级学者 来到OpenAI 也同样要面临收入骤降的问题 虽说有理想的人 是可以不贪钱的 但是钱不够 也同样会威胁到理想本身 搞AI研究是很烧钱 前面说的明星AI企业Deepmind 2016年亏损了1.54亿美元 2017年亏损了3.41亿美元 这还是扣掉了收入之后的亏损数字 2016年Deepmind 已经在为谷歌和医疗卫生系统提供服务 获得了一些收入 所以实际的总开支还要更高 回到OpenAI这边 资金根本不在一个体量上 OpenAI作为非盈利公司 每年要公开自己的财务信息 同样是2016年 OpenAI的总支出是1100万美元 其中700万是员工薪酬开支 抛出场地和杂技杂巴的备用 所有项目加起来经费不超过400万美元 再对比Deepmind 仅仅阿发购的训练这一项 就得花掉差不多3500万美元 每米下锅 再怎么谈理想也实现不出来 有理想的人可以接受钱少拿一心 但事情做不出来浪费生命 谁也受不了 所以前两年OpenAI的很多位明星学者 都是来了又走 前面提到的Ean Goodfellow 从谷歌跳槽到OpenAI待了不到一年 就又回到了谷歌研究院 同样是在2017年 三位机器人领域的学者 也离开OpenAI独立创业 最离谱的是 连OpenAI的赞助人之一 Elon Musk也出来添乱 2017年6月 Andre Kapsi 斯坦福大学李飞飞教授的博士生 在OpenAI工作了两年半之后 被马斯克挖走 去特斯拉做了AI负责人 领导自动驾驶的研发 当然这也是没法避免的 AI领域的顶尖人才就那么多 特斯拉大举投入AI研究之后 也挤进了和OpenAI相同的赛道 缺少融资渠道和股权激励的 OpenAI这边研究进展缓慢 人才有一项出去寻找机会 Elon Musk自然就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不过这儿就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冲突 OpenAI顶级人才出走 Elon Musk作为董事会成员肯定知道 不着舍不得 招了又会被Marsh挖墙脚 所以2018年2月 OpenAI宣布引入 Game Newwell的一众新在不人的同时 也正式宣告了 与Elon Musk和平分手 紧接着一个月之后 前面提到的OpenAI创始人之一 Y Combinator的总裁 Sam Altman辞掉总裁之职 成为了OpenAI的首任CEO 在新领导人的带领下 OpenAI彻底改头幻灭 也迅速陷入了两大争议 第一个是从非营利公司 到半营利公司的转型 另一个就是和微软构建搭配 换来的100亿美元投资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家在2016年所有研究项目 加上密营经费不到400万美元的 小清新非营利公司 已经谈妥了为期数年 总额100亿美元的投资 成了一家估值290亿美元的AI巨头 怎么回事 OpenAI的人设 怎么突然就从 博度众生唐三藏 换成了斗战圣火孙悟空 这就还是要从OpenAI的新CEO Sam Altman说起 这位企业家从小吃素时长大 但在商业上 他绝对不是吃素的 前面说2015年OpenAI成立的时候 他担任总裁的Y Combinator 培养出来的初创企业 总市值已经超过了650亿美元 到2018年他辞职那年 这些企业里最大的100家 加起来总市值 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 Y Combinator幅化新公司的方式 就是指导他们如何烧钱 当然得把钱烧到做事上 如果钱烧完了 事没成 那就总结经验 一旦成了 那就成个大了 总之就是要么成 要么死 就是不能平庸的斗着 这么一家公司的总裁 辞要旧工作来领导OpenAI 不可能不鲜点浪花出来 首先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 OpenAI搞研究出手变阔了 2018年6月 OpenAI发布了关于Dota2的新研究 这回也不缩手缩脚的EV1了 直接打5v5正式比赛 相应的就是研究成本的激增 AI的训练需要通过不断的对战来实现 而5v5AI的训练难度 明显比EV1高出一个数量级 为了加快速度 OpenAI在许多台服务器上 同时运行5v5对局 对AI进行并行训练 具体来说就是128000个CPU核心和256块GPU加速器 在这样的设备规模上 一天就可以让AI累计相当于180年的游戏对局时间 到2019年4月 OpenAI的机器人以2比0的成绩 正式击败了Dota2顶级战队OG 不过跟后来的成果比起来 这也只能算个小插曲 真正的大惨 还是OpenAI在语言模型方面的研究 接下来就是今天最后一段的主角 大名鼎鼎的GPT 2018年6月OpenAI发布了一篇 关于通用语言模型的研究 虽然全文都没有出现过GPT这个名词 但其实它就是GPT-E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叫做 Generative Pre-Training的概念 生成式预训练 和传统的以任务为导向的训练方法不一样 生成式预训练不需要人工标注 比如说你想训练一个可以做中英文翻译的AI 你就需要提前准备好大量的中英文对照的句子 给AI去学习 如果你想训练一个AI聊天机器人 你就需要准备大量的一问一答对话 这些都需要人工制作 生成式预训练的思想就不一样了 我直接拿着人类已有的现成的文字资料 去训练AI 怎么训练呢 我就让AI根据上文去续写下文 比如一句话 张三每天都很认真地学习 老师们都夸他是好 好字后面不让AI去写 如果AI写出来的是学生 这就和原文一样 那就判断正确了 要是不对 就继续训练它朝着对的方向去走 这种训练方式的好处 就是研究人员不再需要花大量的资源 去人工准备答案 每句话里 下一个词就是上一段话的答案 理论上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字资料 都可以作为训练数据 直接为给AI去学习 这就远远大于现有的 任何人工制作的数据集 但这样训练的意义是什么呢 很简单 这样做就是在训练AI讲人话 让AI从浩如烟海的文本里 去学习潜词造句这件事本身 OpenAI的研究人员发现 这样训练出来的AI潜力极强 你用中英文对照的数据集 去进一步训练它 它就能做到比现有任何的 翻译AI都更准确 你用问答对话数据集 让它进一步学习 它就能成长为聊天AI里的顶级选手 而提高它的能力所需要的 就是超能力 因为这个预训练过程 不需要人工编写答案 所以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字信息 小说 点击 歌词 论坛里的回帖 甚至是软件代码 只要硬盘装得下 都可以为给AI模型去学习 不断地增大神经网络模型的参数量 不断地增加训练数据里的文本量 预训练模型的能力就会继续增长 用标注好的数据引导它 去做各类具体任务的水平 也会相应提升 这种生成式预训练 与一种叫做变形器Transformer的 模型结构相结合 就成了General to Pre-Train Transformer 取三个字母缩写 就是GPT 此后2019年的GPT2 2020年的GPT3 核心迭代思路 都是利用超能力扩大模型规模 GPT2的参数总量是15亿 GPT3更是提高到了 惊人的1750亿 而截至今天 这条超能力路线 依然没有摸到天花板 还在往下继续 由此衍生出的作画AI达利 聊天机器人ChatGPT 让OpenAI真正成了 全球文明的明星AI企业 可是这个超能力 是怎么说来就来的呢 这就要说回Elon Musk出具之后 OpenAI的首任CEO Sam Altman 虽说在Y Combinator 带出来了1000亿美元的生意 但Sam Altman培养的 主要都是硅谷的科技企业 他从斯坦福辍学之前 学的也是计算机科学 与其说是个生意人 更像是个技术人 他在OpenAI拉起来的 这条超能力路线 起点也是一篇学术研究 新CEO上任两个月之后 GPT这篇研究成果 发布一个月之前 2018年5月 OpenAI发布了一项 关于AI算力需求的研究 结论是 接下来AI方面的算力需求 会爆炸时增长 而且速度比摩尔定率快得多 3.4个月就会翻一倍 理论基础奠定之后 Sam Altman就开始了技术操作 2019年3月 OpenAI成立了一家 叫做OpenAI LP的 有限合伙公司 受原来的非盈利的 OpenAI的董事会控制 新成立的OpenAI 采用了一种 很罕见的收益上限模式 投资人的投资 可以获得回报 但是上限锁在100倍 而且越往后加入的投资人 倍数限定就越低 未来收益中超出上限的部分 都归非盈利的OpenAI所有 用来搞大业无疆的事 比如普惠性的科研与教育项目 甚至按照Sam Altman 在访谈里的说法 直接折成现金 分发给普通老百姓 也是有可能的 除了收益上有限制 每个新加入的投资方 还要签署协议 同意把OpenAI的章程 放在首位 同意原来那个 非盈利的OpenAI董事会 拥有OpenAI LP的决策权 这是一套 前无古人的公司架构 让惨淡经营的OpenAI 一转公司 有些合伙公司 可以用来融资 员工可以拿到 高额的股权激利 大项目有钱做了 员工士气也有了 但同一时间 争议和质疑也来了 在Y Combinator的 Hacker News论坛上 有人就对这个 100倍的限定 产生了质疑 认为谷歌早期 投资者的收益 也不过20倍左右 这100倍的限制 就跟没有一样 OpenAI就是忘掉 初心多了成商业公司了 还有一种声音 是针对OpenAI LP 条款的模糊性 认为大公司 投资OpenAI LP之后 还是有很多办法 可以吃掉大块利益 甚至直接独享研究成果 首先第一条质疑 是站不住脚的 发帖人给出的20倍增长 是谷歌从上市至今的 股票收益率 但OpenAI LP才刚刚成立 假如你像Amazon创始人 Jeff Bezos那样 在1998年 就给谷歌的两个小老弟 签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 你的收益率 绝对不止100倍 在家俩零都不止 不过第二条质疑 很快就有了更坚实的证据 OpenAI LP成立刚刚三个月 微软来了 从2016年起 微软就是OpenAI模型训练的 云服务供应商 自然对OpenAI的研究实力 和技术动向 心知肚明 OpenAI LP成立之后 微软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投了10亿美元 当然其中有一部分 是Azure云服务器的代金券 印度人还挺会算账的 投出去的钱还能再留回来 如果纯看接下来 OpenAI的研究进展和项目转化 双方的合作 绝对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OpenAI获得了超能力 GPT2、GPT3快速迭代升级 然后在微软云服务能力的支撑下 这些实验室里的强大模型 又迅速落地 转化成了人人都能用上的应用服务 快速破圈 比如GPT3衍生出的 作画AI达利和达利2 如果说这种作画类的应用 还不够生产力 那还有同样衍生自 GPT3的Codex项目 这个项目后来落地 转化成了Github Co-Pilot服务 可以集成进VSCode的 这类代码编辑器里 根据用户给出的文字描述 自动生生代码 前面提到的Andre Carpsey 从OpenAI跳到特萨拉之后 做了5年的AI研究负责人 离职之后 22年末他发了一条推特 说自己现在80%的代码 都是由CodePilot写的 准确率差不多也是80% 自己的编程过程 已经变成了提出任务和修改编辑 记得22年初 我还在做视频探讨 这种AI编程工具的可能性 22年底 它就已经变成了 一个稳定的在线服务了 这就是OpenAI和微软 合作之下的惊人效率 不过如果和22年底 爆炸时发展的ChatGPT相比 前面这两个都是小物见大物 ChatGPT是基于GPT3.5 模型尺寸和GPT3相比没有变化 但专门针对对话进行了加强 减少了不恰当回复 产生了魔法一样的效果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增长速度这么快的应用产品 达到100万用户 推特用了两年 Facebook花了10个月 ChatGPT只用了5天 两个月之后 ChatGPT在全球收获了1亿用户 而当年同样算得上是爆火的TikTok 花了9个月才达到这个里程碑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和他聊天 跟他写邮件 翻译文章 甚至是写代码 给代码查错 在这种全球性的热潮 前所未有的增长中 ChatGPT这种推导运算量不算小的AI 竟然能维持相对实时的回复速度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微软算是结结实实地 给自己的Azure云服务打了一波广告 再加上Azure近水楼台独占的Azure OpenAI Service 接下来Azure肯定会收获一大批新用户 当然ChatGPT本身更野寒着 对谷歌搜索服务的正面冲击 别的不说 就看谷歌的反应 又是发布红色预警 把大量资源转到竞品研发上 又是紧急请回两位创始人 Larry Page和Serge Brun 从竞争对手的这些表现 就能看出来微软手里 握的到底是一张什么级别的牌了 实际上除了这些隐性的收益 微软从OpenAI上获得的 直接收入本身就已经相当可观了 GitHub Co-Pilot 对学生和开源项目的维护人员 提供免费服务 但其他普通开发者订阅要付费 按月付是每月10美元 按年付是每年100美元 除此之外 图片生成AI达利2 被微软集成进了 Being Image Creator 和设计软件Microsoft Designer 未来也都会产生直接收入 至于爆火的ChatGPT 也被微软集成进了 协作软件Teams 月费10美元的高级会员服务 可以快速生成会议总结 自动划本任务 同时ChatGPT本身 也推出了月费20美元的ChatGPT Plus 可以优先连接服务器 优先获得回复 优先使用信条性 作为OpenAI LP的投资人 这部分收益 微软也同样可以分一杯羹 从这一个又一个营收点上来看 微软接下来的100亿美元投资 也一点都不亏 但这也让前面提到的质疑 更加有理有据 OpenAI成立之处的目标 是确保强人工智能 未全人类服务 因为一旦这种强大的智能体 被任何个人或组织独占 就必然会导致贫富极化 社会动荡 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 最初的OpenAI 就是想通过非盈利的模式 在紧跟研究前沿的同时 把研究成果向全社会公开 确保强人工智能这项技术 不被任何一方所垄断 这也是它名字里Open的含义 可现在强人工智能还远在天边 但GPT的收益 却已经源源不断地流进了 微软一家的口袋里 从GPT2开始 OpenAI在模型公开上 明显放缓了脚步 从一次性公开 变成了按参数数量 从小到大分阶段公开 OpenAI给出的理由 是担心安全性问题 而到了GPT3 模型干脆不公开发布了 OpenAI只提供一个付费API接口 想使用的话 就把输入发给OpenAI 内部运算完 再把结果返回来 至于里面的具体模型 无可奉告 这次OpenAI给了三个理由 第一条 直接开程布公的说 需要通过商业产品赚钱 第二条 是因为模型太大 即使公开了 活动开发者运行GPT3的性价比也很低 第三条 则还是给予安全性上的考虑 API的形式 可以更好地控制滥用问题 这三条理由 前两条 不拐弯抹角的态度 还是值得肯定的 先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 才有获得理解和认同的可能 而第三条的安全问题 才是核心 也和GPT2一脉相承 实事求是的讲 OpenAI对安全性的顾虑 并不为过 现在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 互联网中存在着 相当比例的机器人 我们看的文章 读的评论 刷到的消息 甚至那些以小美大壮为主角的电影解说 还有语音听起来并不自然的很多短视频 都是由AI批量生产的内容 这个比例到底有多大 无人知晓 甚至有一种比较极端的理论 认为网上机器人的比例 早就超过真实人类 互联网已经死掉了 抛开这种激进观点 现实中大家一定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莫名其妙的舆论热点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关于这个问题 未来我会另做一个视频详细讨论 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 OpenAI对GPT被滥用的担忧 绝对是有道理 实际使用过ChatGPT的朋友可以想一想 假如成百万上千万的虚假账号 集体发送这种完全能以假论真的社交内容 那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水军阵容 如果这么多账号 同时以千百种角度论证 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 而且互相点赞评论硬贺 热搜上全是知识的声音 那么再坚定的知识分子 多少也会犹豫一下 那如果不是这么非黑即白的基础科幻知识呢 如果是谁声音大谁就有理的公共议题讨论 所以OpenAI的顾虑是很有道理的 不过说这些呢 并不是为OpenAI辩护 只是批评也应该找到真正出问题的地方 而不是一股脑反对 从实际结果来看 OpenAI把研究成果商业化 并且把大部分利益输送给了微软一家巨头 虽然还算不上是正式违背了OpenAI自己定向的章程 但至少可以说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不过目前来看 OpenAI依然举着章程 在商业与工艺这条钢丝绳上竭力维持着平衡 三代GPT模型都发表了公开论文 Chad GPT Copilot这些商业化的服务 也依然在提供免费版本 归根结底 前面我们就讨论过 在确保强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这件事上 当守门员重要 当能进球的守门员更重要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长的一段故事 有一件事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OpenAI不去沾染商业 那确实够纯粹 但理想也不可能有 如果没有微软的10亿和接下来的100亿美元 那也就不会有风靡全球的Chad GPT和未来的GPT4 所以我的结论还是 有OpenAI这样一家公司 终归是比没有好 虽然它的形象越来越不像最初那么完美 但它现在确实是那个代球冲到最前面的守门员 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 它依然在为AI应该服务于全人类的理想而努力 在一项既需要金钱又需要良心的事业上 能做到现在这一步 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 无论人类追求强人工智能的结局是什么 有这么一家公司曾经做过现在这些事 人类至少可以说我们曾经努力过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支持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是林毅 咱们还是 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